美国的保守派大法官继续在最高法院翻转美国价值 仅一年前准许各州重新禁止堕胎之后 6月底又多做了几项推翻多元价值的裁定 包括了禁止大学招生的时候的积极平权措施 否决拜登政府的减免学贷政策 还有呢就是认定服务业者可以拒绝服务统治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裁定积极平权措施 违反美国宪法保护人民平等权利的承诺 所有的大学院校都必须要停用这些措施 不能够再为了提升校园族群的多样性 增加非洲裔还有拉美裔学生的录取机会 目前全美国有9个州禁止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考虑学生的人种 但是大法官的最新解释 是彻底否决了持续40几年的保护少数族裔的政策 自由派大感失望 像是美国总统拜登就觉得痛心疾首 但是前总统川普则是赞扬这项裁定 并且说如果他再当选的话 会取消联邦政府所有平权跟族群多样的措施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6月底以6比3跟6比2裁定哈佛大学跟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时考虑申请者的种族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也就是公平保护条款 提告的非盈利组织学生公平入学团体胜诉 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在书面意见中说 学校筛选入学申请时应该考虑学生的个人经验 而不是他的人种 要消灭种族歧视就得彻底消灭相关的考虑 美国的企业或大学为了矫正过去的种族歧视 招聘或招生时会刻意优待某些族群 包括女性 非洲裔跟拉美裔 这起诉讼的焦点是美国很多大学采取的积极平权措施 或叫纠正歧视措施 不少雅裔甚至白人认为 这个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保障少数族裔社会流动的制度 反而歧视不受保护的人 学生公平入学团体的创办人 是犹太裔保守派社域人士布鲁姆 当我们说到分伐的分伐 我们不是在分伐的分伐 特性的分伐的学生 我们说的分伐他们看 而是分伐的分伐 而是分伐的分伐 对我们看一样的分伐 不说我们的分伐 不说谁那位是 什么是要重要的 这位各种各种各样的分伐 和情侧和不义 2014年 这个团体代表几位哈佛没录取的 亚裔学生 向联邦法院控告哈佛大学 初审跟上诉法院都判哈佛胜诉 公平入学团体上诉到最高法院 哈佛跟拜登政府的副总检察长 都预请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2022年1月 最高法院受理了哈佛案 跟北卡大学案的上诉 2022年10月开庭 今年6月底裁定 总统拜登呼应提出不同意见的 三位自由派大法官 认为这项裁定大开时代倒车 非洲裔的大法官托马斯 就反对积极平权措施 他认为这些制度只会让受保护的族裔 永远不知道下苦工努力 1996年加州为了反移民 率先禁止公立大学使用积极平权措施 如今最高法院的裁定 会使所有学校都必须跟进 也就是学生申请大学时 不得再勾选种族篮 魏斯里的高中成绩全部是A 平均分数4.0 加拳后的平均4.68 但是两年前 所有的长春藤名校都没有录取他 如今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 已经准备升大三 因为所有加州的大学 都给了他入学许可 减少幅度高达一半以上 禁止积极平权措施的第二年 所有加州公立大学 非裔跟拉美裔入学人数大减 之后二十多年 加州的公立大学 想尽办法让非裔拉美裔人数 回到1990年代中期的水准 但这两个族裔的学生数 直到最近才恢复 迈克林顿两年前从UCLA毕业 他求学时期 非裔学生就是校园中的少数 迈克林顿毕业后的工作 是让非裔高中生了解 他们还是有机会上大学 魏斯里认为 积极平权剥夺了一些 亚裔学生的机会 但是禁止积极平权 会伤害所有少数族裔 最高法院裁定后不到一周 三个非裔跟拉美裔的团体 就控告哈佛大学 给校友或金主的孩子特殊待遇 违反美国的民权法案 因为靠于印录取哈佛的学生 有七成是白人 他们的射精地位 因为念了哈佛 更加如虎添翼 究竟应该彻底的公平竞争 还是应该保护弱势 美国的社会价值 随着政治任命的大法官组成 不断在保守跟自由之间摆当 расс级 小银行 小银行